而且我们都说现代人压力真的好大 而且好多上班族都会说 我工作压力好大 我每天都好想哭 究竟这个压力压力 这个名词我们常常听到 到底什么是压力的来源呢 压力一来我们要怎么样来排解呢 我们就要请专家来告诉您 今天为您邀请到的节目特别来宾 是更新医院的精神科主任杨聪财 杨主任 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 那各位观众大家好 主任一开始就先说一下 我们常常听到压力这个名词 是不是很多疾病都是因为压力所引起的呢 到底有哪些疾病呢 对在身心医学上面压力这个东西 就是指说我接受到一个外面的状况 比如说我接到等一下我要去备考试 那你会觉得你没办法处理好这个事情 你那时候你就会产生生理心理的状况 这最常见的状况就是 你我们身体里面有一个主要主管 我们内脏感觉的自律神经 就开始在过度的活动 那那个过度的活动 特别它有一对 就是负责加快你心跳血压的 叫做胶感神经 它常常就在处于 就好像在吹油的状态 那你那时候你另外负胶感在刹车的功能 就跟它不能平衡 这临床上面厉害的话 就会容易长期慢性下来 最常见的被人家讲说 像压力性的溃疡 会溃疡有一型 就是压力性溃疡 另外一个容易受伤的是心脏 我们心脏有的人会产生那个 他的血流产生问题 厉害的时候甚至造成冠状动脉疾病 严重会造成心肌梗塞 但是扩大了来讲 因为自律神经 它就是影响我们全身从头到脚的 那种内脏器官的感受 那如果你器官哪一个比较敏感 你就会常常觉得在压力大的时候 这边不对那边不对 但是去找医生检查 医生又跟你说 你看起来没有病 那你心里也觉得很困惑 是不是医术不好 为什么不帮我查出来 其实最常见的是因为压力 造成自律神经不稳定 造成身心症状的障碍 是 而且最严重 有可能压力大到有的人 还会去自杀 对不对 医师 那如果平常 我要怎么来排解我的压力 我要多吃哪一些食物呢 那我想基本的建立的 第一个概念就是说 我们现代人不可能没有压力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怎么想办法 让压力变成助力而不是阻力 第三个就是说 如果你提食物来讲 当然我想我们要有一个 健康的饮食习惯 那在脑科学上面 我们会比较有证实 比较有帮助的几类食物 像第一个呢 就是像我们会可以补充 我们体内一些色胺酸 在导致我们分泌好的荷尔蒙 包括鲜奶 包括香蕉 包括深海 鱼油 那另外就是说 健康的饮食 我们像讲的地中海饮食 然后我们适当的蔬果 然后山树 五果 那这一些是很重要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比较会建议平常大家 应该要常常养成那种 放松 呼吸 呼吸的训练 这个东西就是说 你平常每一天 我常常鼓励个人 在至少在适当的这种 有靠背的椅子下 你可以靠着 全身放很轻松的姿势 把眼睛闭起来 简单的概念 你其实就是要能够 慢慢吸气 慢慢吐气 最正确的认法是说 从鼻子慢慢吸 嘴巴慢慢吐 那明确的建议是说 一天呢 你可不可以至少 分成早上 中午 下午 还有睡觉前 分四段时间 一段时间至少做二十次 把速度放慢 慢慢吸气 慢慢吐气 让你能够自律神经 稳一点 稳一点 这是很重要 还有一个很重要是观念 我们宁床上面碰到很多人 你碰到压力的时候 你任不认为 那个是很大压力 很小的压力 你如果能够常常训练 有一个正面的思考 让自己常常保持 一天大笑三次 这一些其实都有助于 让你的压力 从过度的负面 导成正面 甚至也派回 变成適当的助力 就是常常把笑容 挂在脸上 而且要记得每个礼拜 每天都可以做运动 这样是当然是最好 就可以来成功输解压力了 今天非常谢谢竹人 来到节目当中 也感谢你的收看